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我小時候 像我們現在有時候 三十八九度嗎 對吧 我們都要夏天耶 有 一定照常說 露餐 太熱了吧 喝水喝水 真的 我告訴你 最熱的時候 像蟻波一點至兩點 那個時候我爸就說 怕露餐 放下露餐 露餐那時候是有手臭 你不知道知道嗎 不知道 不知道嗎 只要整在那裡 整在稻田裡面 那個牛臭 手臭 水是熱的 因為它頭痛嘛 那不是加熱 它發燙 發燙 發燙 然後太陽是這樣 日症當中照下來 整天哭汗 你在手臭的時候 你會發現那個什麼 汗水一直滴 那也只好做 所以我覺得 好像是有經歷過那一段的人 比較不會那麼需要冷氣 我怎麼會 我想請教一下 怡霖 你是高雄人嗎 對 你覺得有差嗎 我覺得差別很大 因為我學生時代 其實住高雄的時候 我印象中 我是一個很耐熱的人 有時候夏天的晚上 我可能有時候不需要吹冷氣 我只要電風扇稍微微微吹一下 其實我就可以睡著了 可是我自從搬到台北來之後 我發現我整個 那個生活習慣都改變 就是我在台北 幾乎都吹冷氣 結果每次我回高雄的時候 我一回高雄 我就開始開冷氣 然後我媽媽有說 奇怪 你以前不是都沒吹冷氣嗎 然後晚上的時候 就是以前我以前 因為我們家我媽很喜歡買棉被 然後夏天的時候 我回去 每次我回去 我媽就會把那個棉被 都洗得很乾淨 然後不管是春夏秋冬 它都有分厚的毛毯的薄貝 它就放在那邊 看你要用哪一條 那我記得我以前夏天的時候 我都還蓋到那種 就是正常的厚的棉被 然後吹電風扇這樣 我現在真的在台北市應的 這個環境之後 吹冷氣 我現在回到那個高雄 我每天就是只要晚上 我都一定開冷氣 開到我媽都覺得說 你都冰台北人 就變成是那種 就是吹冷氣的這樣子 然後回去之後高雄 我只要在下午 大概三點半以後 我才會出門 因為下三點半比較不熱 其實還是有點熱 我真的就是只要 撐到三點半以後 才去買一些東西 才會出門 因為太熱了 現在如果夏天 最好燙的就是不會冰 我說實在 因為我們家不會冰 不會冰的性分很低 涼水 對 只要有生意 那時候超級好賺 他就說 第一做醫生 第二你不會冰 第二就你啊 第二不會冷水 不會冰啊 真的我覺得 北冰其實還是最好賺的 因為那個真的夏天一來 很多人動不了 都受不了的人的話 其實會一口一口的吃 吃很多 但是就怕吃太多 吃太快產生的問題 因為很多人的邏輯就是 吃冰可以解暑這個部分 可是其實中醫可以告訴你 吃那麼多冰 反而不會解暑 反而會讓你更熱 尤其是你吃的冰裡面的糖分 過高的時候 你吃完之後會更熱 但是我們常常遇到 在我們的門診遇到的是什麼 就是吃冰吃到嚴重的副作用 那我們曾經有遇到一個是 吃冰吃到中風的 這為什麼吃冰會吃到中風 吃冰吃到中風 而且是暫時性中風 你知道我們血管遇到冷的時候 它會縮起來 熱的時候它會擴散 然後讓我們可以散熱的一個動作 那有些人呢 他就天生反應非常的強 所以這些套分都是有些女生 他在可能在冬天的時候 他會發現四肢最冰冷的時候 天氣只要下降 他的手腳就冰冷得非常的久 那這一個女生呢 他很喜歡吃冰 尤其在夏天的時候 可是大家就喜歡那種 大口大口大口的吃 所以他就吃得很快 吃太快之後 血管突然間縮起來 可是他不是手腳縮起來 他是腦部的血管縮起來 然後就突然間昏倒 一般來講我們吃很快的時候 我們都會知道頭會突然間痛 那個太陽穴會很痛 對 那個痛 一口就覺得很痛 那個痛就是血管突然間縮起來 導致的疼痛 那一般來講很多人在幾秒鐘內 他自動會放鬆 血液循環又會恢復 所以會沒事 可是這一個小姐 他既然縮起來 大概八到四分鐘 他一縮起來的時候 大概到兩到三分鐘 他就昏倒倒在地上 他的家人全部嚇到 就奇怪怎麼會吃冰吃到昏倒在地上 然後大概八分鐘九分鐘左右的時候 他醒過來的時候 他就沒辦法講話 他就要講話 但是講不出什麼 就大舌頭講不出什麼 然後就看他要講話的時候 就是一邊的臉可以動 但另外一邊的臉就沒辦法動 然後身體要把它拉起來的時候 一邊有力可以推起來 但另外一邊就沒力 就變成單邊沒力 然後臉又歪一邊 然後又沒辦法講話 他們就覺得好嚴重 趕快打一九去送到急診去 從家裡送到急診室之後 到了急診完全沒事 怎麼檢查都沒事 原因他是屬於暫時性中風 也就是說暫時性的血管縮起來 血液過不去導致的中風的現象 那我們在西醫裡面 我們的邏輯就是 只要腦部收不到血 他就會導致像這樣子的症狀 所以不管是血管縮起來 血液過不去 還是血管塞住 血液過不去 還是血管破掉 血液露出來過不去 只要腦部沒有收到血液 就會出現像那種中風的症狀 那他就是暫時性 源自於溫度瞬間吃冰的時候 它導致這樣長期的一個 縮起來的問題 那以理從營養學的角度來看 怎麼看吃冰 其實你看剛剛陳醫師講那個案例 我們通常會提醒三款人 就是在夏天的時候 如果你在外面走動或者是運動 你回來之後 大家都會想要喝冰水對不對 那有三種人 第一個就是高血壓的人 因為剛剛提到血管會收縮 如果你有高血壓 第二個就是 如果你有一些 比如說血脂過高的 所以牙齒會更加鬆 對 血脂過高的 也是要特別小心 就是像有膽固醇過高的 酸酸甘油脂過高的這一種 血糖也會 對 然後第三個就是什麼 第三個就是有心臟疾病方面的人 那有時候真的你夏天 你叫人家不要喝冰的水或是冰的飲料 其實對他們來講是不可能的 那我們建議怎麼辦 就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喝的話 尤其現在防疫大家在外面 有時候跑一跑步 戴個口罩回來很熱 你還想喝冰的 那問題不是在那個溫度 問題是在於兩個問題 一個是在於你要慢慢喝 慢 為什麼呢 吃冰慢慢喝 對 要慢慢喝 你要吃冰慢慢吃 為什麼呢 因為你看你看日本 日本你去日本玩 你春夏秋冬 你看日本 日本這個溫度春夏秋冬 他們那個有時候 你在那邊吃餐點 他提供的水是不是都冰的 對 對不對 那為什麼日本人 冬天也喝冰水 可是他們其實 他們在喝水 有一個習慣就是 慢慢喝 然後少量一口一口喝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喜歡 在這個夏天的時候 你喝冰水的話 那你第一個速度慢 第二個小口小口喝 至少讓你的溫度 在嘴巴裡面 那個溫度不要太冰 再進來 要不然其實你大量的 這樣大口大口喝又很冰 你其實不只產生 所謂血管收縮的問題 有些人還會肚子痛 或是肚子不舒服 這些都會產生 那吳醫師吃冰會最先退嗎 這個問題常常有病人問我說 天氣那麼熱 吳醫師沒吃冰就痛苦了 對不對 那這種情況底下 我們是分兩個了 一個你在戶外活動 那你一定是會流汗 然後身體要恐肝舌障 要可不可以吃冰 對不對 那如果是年輕人 那有在戶外活動 那一定要吃一點 不管是水分 或者是說有一些什麼 冬瓜茶 山莓湯這些 那就平衡一下 那它的電解質感 比較不會中暑 可是如果你是在室內 室內吹冷氣 看電視吃零嘴 那這個時候你再吃冰 現在每天都這樣做 你就很容易什麼 怎麼辦 有狀況了 一方面是剛剛說的 你的山甘油脂什麼 這有一直高上去之外 還有你的腸胃 一下子吃了那些東西 又吃了那些冰 尤其有些人還不只吃冰 還要吃西瓜 那西瓜來講中醫就是天然的 白虎湯 白虎湯就是可以退熱的 清熱的解毒的這樣 所以他吃了這些瓜 又吃了這些冰這樣子 我告訴你 等一下就開始什麼 肚子腳痛 一下子你乍看之下 你會以為它是什麼 食物中毒或什麼的 其實不是 它就是我們一般 剛剛說的就是因素 得到的這樣 所以如果你在中午的時候 在戶外的時候 那個你要吃點涼 吃點冰 限量慢慢喝 像剛剛的以你說的 這些沒有問題 而且你有在運動 還好 可是如果你知道室內 就是中午你吹了大冷氣 你還是不行 你就會發現 尤其是女生 月經來的時候 你這樣子喝一喝弄一弄 你等一下就開始 暈啊 吐啊 頭痛啊 這樣找不到毛病 那所以常常會有時候 那病人就說 你說我去嘉醫科 醫生如果沒有開 不過我很辛苦 那個年紀差不多 三十歲左右的 那還碰過那種 那個小朋友要考試 考試之前 就是像現在大學聯考這個考試 家裡很大 晚上都睡不著 然後呢 那個中午就吃很多冰 就急性的這樣子 整個頭脹 痛 痛他不行 然後你知道他跟他媽媽講 那個給他吃的那些紫痛藥 他說沒效應 他跟他媽媽講 小男生喔 不中的 跟他媽媽講說 我要去吳醫師那邊刮痧 他不是做刮痧 他說要拯救 可見他已經痛到不行了 你要拯救不是那個 然後來我看一看說 我幫你刮痧好不好 他就點點痛 因為他整個很不舒服 弄完以後就 疼到 所以說我覺得 有些東西 他是過油不及 但是還是要什麼 因為畢竟就是夏天 那很熱 所以這個部分可以斟酌 比方說冰越少吃越好嗎 對某些人來講是 就像我們剛剛說的 虛寒體質的 或者是每次月經常會痛 所以大家以為說 在夏天的天氣很熱 通常女生月室來的時候 應該比較不會痛 因為我們都看那個 婦科的比較多 那其實不是 因為這些人都吃冰 所以他反而什麼 冬天還比較不敢吃冰 他反而不會痛 夏天的時候 所以身體比較虛寒的 或者是女生 在某一些時間內 我們還是建議說 先不要吃冰 那不來的咧 那已經不來的咧 不來的沒差了 有限制沒差了嗎